美国西部时间3月4日消息 青年有画家刘靖涵个人画展 春潮在洛杉矶威尼斯海滩的一尾画廊 举行了开幕仪式 好莱坞电影人 美国画坛艺术家 华人画家 好莱坞中国电影人刘晓琳 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延涛 总经理苏林舒婷 青年导演谢天 好莱坞华裔经纪人刘川川 以及各界嘉宾60多人 出席了开幕仪式 这个系列的作品的灵感 是来源于我记忆的片段 那就是我是一个 特别容易陷入回忆中的一个人 所以我经常就会在思考 我为什么会去思考这些回忆 为什么有些回忆那么的令人难忘呢 所以因此我创作了这一系列的画 那我每幅画都有一个不同的色调 然后包括每幅画都包含了一个独立的 暗示了一个独立的小故事 刘敬涵的首次个人展《春潮》 展出了他以个人记忆 所创作出的一系列油画作品 每一件作品都有其独特的叙事视角 通过深入探讨个人情感 和大众经历的细微偶合 艺术家试图创造 能与观众产生深刻共鸣的油画 激发人们的成因 共情和连结 当我看到Jesse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找的艺术家 他虽然非常的年轻 但是呢 他收到了非常专业的 严格的艺术的训练 所以才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呢 就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的每一幅作品背后 都有自己的叙事 都有一个故事 而且呢 他的这个光影的运用 也非常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就决定说 给他一个个人的展览 这是他第一个个人展览 展出的16幅油画作品 揭示了他一系列迷人的画作 努力创作 唤起沉思和同理心 刘景涵用手中细致柔美的画笔 试图捕捉记忆的碎片 揭示情感 感知和时间流逝 所塑造的女性群像 他发现生活中 不经意的幽微趣闻和片刻回忆 同时又穿梭其间 Jesse的这个画呢 我一直都挺欣赏的 从他最开始创作 我也去过他的工作室去参观 并且我最喜欢的是 他的这个色彩的搭配 就像这幅画呢 他就是里边这个黄色和蓝色 很多这种互补色的运用 从众多的作品照片当中 就一眼看中了这幅画 我觉得这幅画 不论是从颜色 笔触还是这个意境方面 都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 我觉得这幅画能够给女性 以安慰和力量 来自北京的青年油画家刘静涵 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完成高中学业 2022年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主修插画 他的作品主要以油画为基础 并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汲取灵感 并与他的个人经历交织在一起 他在各展春巢中 塑造了细腻的情感深度和共鸣的画面 与人们分享每一件作品中 描绘的迷人 但有时甚至是脆弱的经历 这么年轻的一个艺术家 有这样的一个造诣 并且用他的这种特殊的一种 年轻的女性艺术家的这种视觉 来观察生活 把这种属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这种画风 能够带到我们洛杉矶来 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 也是有意义的一个事 所以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Jesse的画 能够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 能够到美国来给我们西方的观众 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艺术的一个体验 策展人伊伟画廊负责人陆伊伟 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视觉人类学专业 2019年在洛杉矶创立伊伟画廊 并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和中国等地多地策展 2021年画廊落户洛杉矶著名的艺术区 威尼斯海滩 同时陆伊伟也导演制作纪录片 并为两本专业艺术杂志写专栏 已发表文章30多篇 他希望能与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一起成长 与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一起工作 致力于连接中美艺术市场 非洲人 更为爱 华作曲 杨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矶 管理事cor 杨矶 民党 杨矶 大利亚人 杨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矶 文字幕志愿者 杨矶 文字幕志愿者 杨矶